大家好,我是大伟 日常当中我们有两个部位使用是最多的 一个是脚,一个是鼻子 脚有问题,走路就走不了了 鼻子要有问题,那么难受的事就来了 你比方说鼻子有鼻炎,鼻子流鼻涕 鼻子肝痒,或者说你呼吸整个就不畅快 总是感觉一边堵着一边能进气 非常不舒服 所以说针对这些问题 大伟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日常护理鼻部的一个小方法 这个小方法你去跟着大伟做一做 这个呼吸立马就能顺上起来 而且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局部的一个鼻子当中的一个免疫能力 帮我们预防一些小感冒都是可以的 那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 大家跟着大伟一起来做 那么首先我们伸出双指 这双指要放在贴合在我们的鼻翼两侧 就这样 贴合在鼻翼两侧以后我们做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这个手下面的这个肉往上去推 往边上去拉 它是两股力啊 注意了,你千万不要就光往上推就行了 就这样就不行了 我们要往上去推 注意细节啊 然后同时啊 往外去拉扯 就是像一个往斜上方发力的这么感觉 这个力量一定要发对 如果这个力量发不对 这个效果啊就是就是会打个折啊 所以咱们开始手放的鼻翼两侧 然后呢 头啊微微的往上扬一点 一定要微微的往上扬 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上去推 往旁边去拉 这个时候你去进行呼吸 你会发现在我们啊 把鼻子的肉往两侧去推的时候呢 哎 你这个呼吸啊就感觉顿时顺畅了 我们来试一下啊 手放在鼻子两侧 然后开始往上去推 往斜上方去拉 然后开始吸气 好吐气 好 如果感觉手下面啊 这个肉滑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来 然后推 拉 吸气 吐 好再来 推 拉 吸气 吐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啊 没做之前你比如说尝试一下呼吸 感觉不够顺畅啊 然后你做完个五到十下以后 你再尝试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呼吸啊 真的是顺畅了好多啊 这个方法啊 每天我们去做一个十遍到十五遍 那对于我们鼻子不好的啊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容易进行有一些小感冒的啊 经常容易受风寒清洗的这么一类人啊 效果非常好 而且能改善咱们的一个呼吸 让呼吸啊变得更加的畅快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那今天的视频啊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大伟啊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每天呢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